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讨论的人们就是主要是在说放声华为 那这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内容和焦点 那后面会怎么样不知道 有关中国一方面 有关中共一方面所放出的条件是什么 没有 它只谈到了一个大量购买 只谈到大量购买 那对很多人来讲都非常失望 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昨天还有篇文章说 华盛顿的鹰派 也就是他的幕僚的鹰派 是坚决反对他把华为作为交换条件 作为贸易谈判的交换条件 那现在看呢 同样是把华为作为贸易交谈的条件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会促成习近平的形象 会在中共国境内会大涨的 就是再一次他给谈成了 他谈成的原因就是他在报道中 只要有这样的承诺 他在报道中会宣传的非常的胜利的 非常胜利 这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东西就跟之前在5月4号的时候 川普发怒的时候概念就完全不同 在有关恢复谈判的内容当中 同样也只字不提 恢复要谈判的那个就是 他的协议的框架到底是哪个框架 习近平改过的框架 还是他们原来的框架 对吧 这个东西只字不提 川普也没提 所以这是一个就变成了一个葫芦 这个东西不提 作为在西方的环境中 人们通常会以为 大家都会通常认为 那应该是川普最早 已经完成了90%的商讨的那个原本的协议 也就大概150页现在 七个章节 那习近平 那如果川普不提这个东西的话 那在国内的宣传概念当中 习近平的胜利在于川普再次回归到 就是川普悲心其也 川普这个如何如何 会把罪名在报道宣传上 会把罪名放在川普身上 所以习近平会踩着川普 营造它更大的形象 这个是完全可以看出来 完全可以看出来 在现实在整个过程中 我个人看过这借口 这个结果我个人也蛮感触的 感触在哪 就是在香港问题上 我们看到 自由香港与神同行 在与神同行的概念 是指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战胜魔鬼的 这个 这么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潜台词 就是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战胜魔鬼的 那在最后中共的完结的过程中 应该是神的力量显现 而不是人的力量 而不是人的力量 在这当今的环境中 在反对中共的环境中 几乎所有人们有一共识 把所有这个 把这个重任重担放在了川普身上 放在了美国人身上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几乎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们在节目中也基本上 是这么个概念走的 但在走到今天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 表面上会很多人会认为 川普服软了 就是川普投降 川普投降 而不是 而是习近平过程 那这就像 我比喻的巴黎圣物院大火 在这种大火中 我们看到的 就是尖塔的倒塌之后 看到的是屋顶的熊熊大火 我们能够看到就这些 人们会在各个角度进行猜测 跟推测 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的角度 去分析去说 而距离真正的事实呢 事实却在大火过程中 事实是在大火的过程中 事实不是每一个人单纯的 外在的单纯的表现 但是这里 我提醒大家就是 那川普的做法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做法 他等于是让升了 让路了这个美国 让路了中共 而中共在 这个 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 当把华为作为一种谈判筹码 放在其中 这跟去年的中兴的概念一样 有很类似的 作为筹码 放在其中的时候 那表明他的致命弱点 他的命门在华为上 习近平的命门在华为身上 这个 这应该是无中之一了 反过来就是 他的华为的 华为本身 对他整体 就是习近平整体的决策 整体的未来 是一个至关重要 就是他的 他就说命门了 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们还在讨论华为的问题 说华为有没有安全性 有没有安全问题的话 我个人觉得已经很愚蠢了 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不可能把一个公司 与国家的命运 紧紧的拴在一起 如果他把它叫做国家的话 其实华为成为了 共产党的命门 这是在整个过程中 可以看到 习近平把这件事情 提升到这个位置上 而川普呢 在谈到有关华为的问题呢 他的强调是 在贸易战 在贸易协议达成之后 恢复共和 中间有一些相当细节上的东西 那个我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贸易协议达成之后 华为恢复共和的话 那牵扯到一个体制的问题 因为贸易协议到现在 应该他坚持的是结构性改革 而结构性改革将直接改变中国现状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之间的秩序的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那样的 那样肯定是习近平做出了 再次做出承诺 没有这样的承诺 没有他的说法 而这份承诺的本身 他的欺骗性的概念 那会被所有人认为就是 那习近平的骗术 就是中共的骗术再次得手 那川普愿意去接受这一份欺骗的考验 这是基本我们看到的 跟大家分享 我能拿到的一些 川普在实际记者会上的答复 跟大家分享 这是华尔街日报 他的中文很少去更新的 因为现在是周末 所以这是一个大事情 他做了更新 启动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示意将允许华为购买美国产品 所以他在报道中 都把华为作为这次交易当中的核心 中国表示 川普与习近平同意重启贸易谈判 美方同意暂时停止 对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 这一结果打破了 笼罩全球经济的僵局 这个结果基本上 基本上大家就是 基本上大家其实是那么预测的 会重新开始谈判 那后面会怎么样 他没有回到说 没有说谈判的这个 他的贸易协议的蓝本 是在哪个基础上 这是基本公认 美国公司可以继续跟华为进行交易 这是把华为搭建计了 那华为问题要在于中国的贸易谈判结束时 才能得到解决 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 对吧 可以继续进行交易 这个交易是在 是在他谈判 贸易谈判完全结束之后进行交易 还是只是解决 如果已经进行交易了 他的问题在解决什么 这是一个 这完全是留下了很多 留下了很多疑问的东西 对吧 如果华为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交易 所以答应了一个问题 就牵出了无数个问题 如果华为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交易 如果华为在中国贸易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 采取解决的话 那这个交易意味着什么 是解决之后进行交易呢 还是 所以就是 这是川普 这是川普 他在讲的很多东西 听起来是一种决定性的东西 但是呢 但实际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看到他是 留下了太多的一种问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会很麻烦 中国方面愿意达成一项协议 没有在会谈中 讨论有关孟晚舟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跟习近平讨论华为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没跟习近平讨论华为 他又允许华为去出售 又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 那是他自己愿意投降的 愿意先跟中国说出来华为的问题 可以讨论吗 所以这是 看起来这是习近平的胜利 这是习近平的胜利 计划在美国举行会议讨论华为计划 这就不知道了 美国将允许向华为出售 不涉及重大国家紧急问题的设备 那这个东西就跟英国的态度就类似了 那这个东西如果这么去做的话 那美国将在欧盟欧洲国家呢 失去了他前期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自打嘴巴 这个川普是这样 前期准备的一切都变成了自打嘴巴 在华为问题上 因为在华为问题上 美国国务卿等相关所有的人 在欧洲的说法 都是完全百分之百不可讨论的句 但他今天自己主动以这样的方式 不涉及重大国家紧急问题的设备 那当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那跟英国的态度就一样 所以那习近平获胜了 这个你不能不这么说 习近平获胜 我以为在他的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种万劫不复 再劫难逃 2019的这种过程中 中共的崩溃 你会看到川普的作用 但很难说是人战胜他 这是不可能 中共的崩溃的过程 同样是神的力量显现的过程 而不是人的伟大 我觉得这一点上 在这点上 恐怕是川普今天出现的故事当中 他后面再怎么解释 他其实已经放到另外一个 跟原来的概念不太一样 跟他前面的概念 整体概念也有差距 所以在我看来 原因是出在这里头 原因是出在这 就像巴黎圣母院说 大火找完之后 雨果子没了 那神的留下来 是指人的没了 神的东西留下来 神是人的眼睛看不到 人的眼睛就说直接看不到 但是呢 他的结果会让人们 有着宗教 有着信仰基础的人 立刻意识到 这是神的力量 而不是人的力量 那川普就表现出 在人的利益的层面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显现出某种 他是生意人 对吧 后面他还可以谈 他甚至后面可以 推翻今天的结果 都可以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过程 他是一种 你也可以叫 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那在在中国的方面 习近平的方面 王沪宁的宣传中 会谈到川普的出而反而 这会谈到 所以在习 你可以看到 在习近平的公开 对外的 对外的宣传中 讲到了 讲到了这个 乒乓球 我平常说乒乓球 我看 这个这个 谈到乐 因为有别人也说 叫乒乓球 乒乓球 在习近平谈到 乒乓外交的时候 我们是嘲笑的 但是呢 在宣传 今天的 现在的结果 你把它宣传的乒乓外交 连在一起的话 你会看到 国内会大做文章 宣扬习近平的伟大 会大做文章 那这连在一起 是讲习近平的大手笔 它的纵观性 因为 它前述到1971年 对啊 在明古屋 所谓乒乓外交 那到了79年建交 今天40周年 还会这么宣传的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过程了 这是一个 人战胜不了魔鬼 只能与神通行 中国表示 川普跟习近平 进行了重启会谈 停止增加关税 80分钟 会谈进行了80分钟 后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立即重回正轨 连正轨他都没说 什么叫正轨 对吧 正轨的版本就是 用你那90% 已经完成的呢 还是习近平的 这个东西 他都是这么讲 非常好 好极了 我想说好极了 原来此外 对3250亿美元的产品 加征25%关税 官方新华社 中方同意 不对中国输入美国产品 加征新的关税 同意在平等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重启谈判 贸易谈判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这是一个就是 在宣传上 在国内宣传上 习近平将成为伟人 是个战胜川普人 一定会这样 不清楚中方 为美方推迟 加征关税 做出哪些让步 到现在都没有 到现在全都没有 早些时候讲 他将在会晤上 讨论华为问题 目前为止 加征关税是2500亿 川普在会晤开始时 希望做一些将让贸易 更加平衡的事情 北京方面的系列经济行为 伤害了美国公司 那习近平说 何则利 斗则俱伤 这是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中方讲说 推动美国撤销华为禁令 是他们在贸易谈判中的首要人 一直不愿意将眼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就是中共国是否利用它 进行间谍活动 与贸易混为一谈 所以这是 这是基本 我们看到 这是基本看到的 所以贸易 华为问题 自为首要问题 华为问题是中共的命门 习近平的命门 基本就是 一切都报无疑了 他在讨论 在讨论什么 他是什么私营企业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不过是一个 中共在华为问题上 和中共不自身的生命品质的本身 和他现在的这种利益 怎么说呢 命运之所在 他的命运点 都已经曝光于天下 熟悉的人讲 作为一览的一部分 这是个可能 甚至放弃孟晚舟的引渡 那做法势必是那些 主张收紧对华为立场的人的 议员的轩然打破 是 问到了孟晚舟的问题 川普没有答 参加会晤的人 包括了美国贸易代表 财长伊万卡 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官员都参加 那这是整个 这是整个我们看到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问题的焦点在华为上 这段是 这段是这个 美国之音 把当时 这个川普回答记者问题时的 这个内容呢 翻译成中文了 他说留到最后 看情况 但我会允许一件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向华为出售大量的产品 用于他们生产的东西 我可以说我们会继续出售那种产品 我没有讨论孟晚舟的事情 牵扯到供应的 就牵扯到美国企业 美国企业的本身问题 没有跟习近平讨论华为问题 在开始之前 要知道有什么结果 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 对我来说最重要 所以在有关华为问题上 很显然川普做出了让步 这是真的 显然有关华为的问题 川普做出了让步 就是华为的最终解决 他说是放在了 放在了这个 整个贸易的结束之后 贸易协议的最后 但是呢 就目前 他对华为采取的措施 他将恢复 对华为的某些供货 而且呢 有可能讨论 从华为 把华为从黑名单上撤出 也就说 结束这场制裁 结束这场禁令 这是有可能的 或者重发一个 叫有条件的禁令 那这个做法 这就是习近平的重大声音 前提 前提是在 不知道中国做出了 何许让步 何种让步之后 得出的现在的结果 现在都不知道 中国的让步是什么 都没有 而我们看到 都是美国做出的让步 和习近平提出 和习近平的 这种高调的谈话 吻合在一起 这是有关 那这是有关 中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他说 我认为我们将是战略伙伴 这个说法就比较特别 我认为我们将是战略伙伴 是一位记者问他 如何定义美中关系 战略伙伴 竞争者 敌人 川普说 应该是相互帮助的战略伙伴 这跟原来就概念完全不同 这里的问题 有关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 川普在谈判当中 在谈话当中 他用了很多是 基本是未来的状态 他没有回答现在状况 他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说他狡猾 聪明都可以 他回避讨论现状 他基本这个问题都是展望未来 美国的市场是开的 中国市场没开放 那如果大家贸易谈成了 是相互协调相互帮助 我们都一样 那当然就是战略伙伴 所以回避现在的评价 而去展望 在贸易协议达成之后的 应该有的状况 是他的谈话技巧 那里面都在蕴含着 一个关键的问题 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 使得川普这样做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有关华为问题的 在记者问题当中 相互交流过程中的 另外一个人拿到的视频 他翻译的东西 那从他的标志呢 应该是白宫拿出来的视频 当有关这段华为问题 允许美国公司销售设备 给华为的说 他还有三段 上海媒体财新媒体 一个外国记者提到的问题 他没有说这个记者是 这是谁提到 很清楚 你认为 做ların语言 és Tonro子o 海女的公司ulo务选 商量 They equipping to Wallof 成功 There's no big national emergency problem. We can sell your equipment. We have of the companies HAVE 世界 wherever the country 所以在这段对话中就应该比较清楚 他现在讨论的都是美国产品 就是美国做出的让步 基本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视频 跟大家做最新的更新 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他记者会开始的时候的一段视频 在这段视频里面 川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跟大家澄清了 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 从他的翻译看出来 他回到的谈判的协议版本的本身 应该回到了最原始的习近平更改前的版本 当回避到这个 就是他回到这个版本之后 那川普做出了今天如下的让步 川普做出了如下的让步 那如果这个让步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习近平是获胜的 中共习近平是获胜的 但除了回到谈判的原始点之外 还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 我们看不出来到现在 我们回到了我们原来的track 我们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个呢 如果是这么硬翻的话 应该是讲回到了习近平修改前的那一份协议上 习近平会发表一声明 我们也会发表声明 所以这一段视频应该是在他记者会之前 就是他回到了酒店之后 回到酒店之前 跟习近平谈判结束之间 这个时候做出的答复 做出答复 因为在他真正的声明拿出来之前呢 我们只能从他在回答记者问题当中 我们看出来拼之出来这些内容 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找到的 基本上结果是这样 因为他谈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八十分钟 习近平表面上应该讲习近平获胜 但川普要得到什么 这是一个 如果完全真的是习近平获胜 而我们看不到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只是承诺了一个回到了谈判的原始点 就是回到了原来已经达成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的那份协议上的话 那应该讲说川普失败 因为他触及到华为的问题 因为他触及到华为的问题 而且在华为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而习近平的更改的更改协议的本身 却目的达到就是在他更改协议之后 作为一种本钱去威胁川普 迫使川普必须面对华为问题 做出让步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通行 感谢朋友们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